新修訂的樓宇管理資助計劃規章將於11月27日生效 火局表示,政府新的資助計劃擴大了資助範圍 提高限額及申請的次數 鼓勵大廈業主召開大會 履行樓宇管理及保養維修的責任 特國政府從2008年開始推出樓宇管理資助計劃 鼓勵分層所有權制度的樓宇 選出大廈管理委員會 和設立共同儲備基金 截至今年10月15日 累計批出的個案達到167宗 資助的金額大概是46萬 火局表示,政府修訂資助計劃的規章 進一步鼓勵業主召開大會 履行樓宇管理及維修的責任 如果他們開大會討論到帳目、通過問題 或者做一些公共維修 即使他因人數不足而留會 或者不獲通過的議程都可以申請我們的資助 政府27日公布行政長官批示 擴大樓宇管理資助計劃的資助範圍 並於11月27日在新校 在新修訂的計劃規章裏 不僅將原來一次性資助 修改為每年可以獲得資助兩次 同時大幅增加資助的金額 根據大廈的單位數量劃分 少於100個單位的大廈 可以獲得最高4000元澳門幣的資助 而單位高於800個的大廈 最高可以獲得16000元的資助 除了資助金額的提升 新修訂的樓宇管理資助計劃 放寬了發放的條件 同時簡化了申請程序 訪局表示 如果申請首次召開業主會 並且選出管理委員會 可以額外獲得資助金兩千萬 我是記者黃家軒 陳健 阿摩摩特